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们使用索尼全新的手机Xperia Pro-i 进行了一次电影短片的创作 这次创作给了我全新的一些体验 我觉得作为一台手机来讲 Xperia Pro-i 具有超乎我想象的一些功能 这些功能可以让更多对摄影有兴趣的普通人 提供一个体验专业级电影拍摄的这样一个可能 Xperia Pro-i 的外观其实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的轻薄和方便 同时它也具有一个1英寸影像传感器 对于手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传感器 但是在它的体积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轻巧的设计 Xperia Pro-i 机身上具有一个一键启动按键 这个按键可以让我们非常快地开启拍摄模式 迅速投入到拍摄当中 视频大师让我感受到了在手机端拍摄视频的专业性 它简洁直白的操作界面下 我们可以快速调整光圈、帧率、白平衡等各种参数 Xperia Pro-i 具有1英寸的影像传感器 有效像素1200万 2.4微米单位像素直径 它在拍摄当中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画质的呈现 同时也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动态范围 1英寸影像传感器基于索尼黑卡数码相机 RX100M7 的影像传感器 并针对Xperia智能手机进行了优化 所以才能更好地捕捉弱光画面的细节 并减少噪点 它的这项数据简直是太完美了 在本次拍摄当中 其实整个剧情的设定也是一个非常运动的 有很多大动作 Xperia Pro-i 4K 120帧的拍摄 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保证 然后让这些场景跟动作的细节都得到了我们希望的一个体现 然后呢 同时它还具有2.0跟4.0两档光圈 给我们创作者在框圈上也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 这一次在剧情的故事当中 男主角有非常多地奔跑 穿越不同场景的这样一个设定 Xperia Pro-i 实时追踪对焦功能 在我们的短片拍摄当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有我们的拍摄 包括从远到近的一些运动 横向的运动 Xperia Pro-i 在眼部追焦 包括人脸识别上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同时呢 它也提供了一个手动对焦的一个模式 这个功能使得Xperia Pro-i 更像实电影机的拍摄 因为搭载了1英寸的影像传感器 所以会更有电影感 以及手动平滑对焦的加持 让创作者可以根据创作需求自由地控制 这个设计真的是太棒了 Xperia Pro-i 自身的光学防抖功能 很大程度地保证了画面的稳定性 还支持平滑变焦功能 让我们在拍摄当中也提供了更多可变化的镜头语言 其实我们这次的拍摄当中呢 也设定了一些雨系啊 然后包括一些爆破的一些设定 那Xperia Pro-i 它的防尘防水等级 达到了IP6568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也是让我们在这些极端的状况下 能够非常放心地去拍摄 实时回看功能 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通过它4K高清屏幕的一个回看 也更好地帮助了演员的一些表演的调整 然后让各部门的一个配合变得非常的高效 Xperia Pro-i 在这一次拍摄当中 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惊喜 虽然它非常轻便小巧 但是它还是能胜任电影质感的一个拍摄 它的所有的性能大幅度提升了我们的拍摄效率 给了我们非常高的画质的一个保证 这是专业用户可以用来创作专业作品的品质 令人吃惊的是 智能手机中包含如此高性能的相机 那我觉得其实这一台手机的出现 可能会慢慢拉近专影像制作和普通人的距离 重心相机 来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